這就是我們在家自己切的生魚片 也算是還不錯了吧 好這是我們昨天釣到的真雕 那我們今天算把它做成三吃 到是生魚片 魚下巴我們就留起來用煎的 那魚頭跟魚骨啊就拿來煮湯 我們先打零開始 如果在家你打零你可以放在一個塑料袋裡面 放錯邊了 尾巴槽裡面 刮零器 打零的 在裡面打 這樣子零片才不會噴的到時候都是 它還是會噴啦 但是它已經可以避免掉 很多的零片亂噴了 刮魚鱗的時候啊 我習慣戴上手套 因為那個魚會滑 用手套啊這樣抓著它比較 不會滑 那如果你怕被魚刺紮到 你可以把那些 起啊 都可以先剪掉 全部都已經刮完的時候啊 魚鱗 推到袋子裡面 盡量不要 掉出來 全部都在 在裡面了 我們再用刀子 這種邊邊角角的地方 再做加強一下 肚子這種齊的下面 頂的啊都刮不好刮 所以就用刀子的刀尖 先掃一下 吃蒸魚的時候 這個零片一定要刮得很徹底乾淨 不然吃起來就很不舒服 基本上就很完整啦 魚先放這邊 先往這裡清乾淨 這時候我就不戴手套了 如果要切魚的時候 這個手套啊 你可以準備一副專門用來處理海鮮的 待會用完就用一鍋煮沸的熱水 給它泡一下 它就可以去除這個味道 裡面也可以放一點檸檬皮啊什麼的 再不行你也可以放進去洗衣機洗 現在都擦乾了 我們就可以來 把它切開 通常我會從這個起 拿起來 這裡的硬塊 你會你會摸到有一個 硬的骨頭 從這個啊 斜角進去 放到肚子 像這樣 再翻過來 一樣從這裡 斜角進去 放到肚子 把內臟去掉 魚塞的地方我會用剪刀 如果魚夠大的話我會用那個刀去 去割 但是這個比魚比較小 所以剪刀比較好處理 順勢的剪進去 它是一個半圓形吧 塞的底部 你只要剪掉它就很好拿掉了 像這樣 這個魚頭再洗一洗 像這樣 直接 去剪掉了 直接去烤 魚頭就拿去煮湯 事先準備好的鹽水啊 就放這裡 魚頭 下巴就先進去泡 你先把這裡 擦乾淨一下 魚肉裡面這裡有一個 血條 這個用剪刀 一支不要的牙刷 專門來清洗海鮮的 血塊 刷掉以後就可以沖水了 別沖水啊 刷 盡量的把血塊掉 這樣就很乾淨了 把那個膜啊 撕掉 乾淨一點 所以我先搬到旁邊去 開魚啊 我習慣從它的背部 這個旗 邊上這樣子進去 底了你會碰到它的那個骨頭嘛 那就下不去了 下不去的時候就沿著那個骨頭移動 那個刀尖 就到尾巴這樣子 先跑一次 在一樣的角度 把這個肉稍微掀起來 通常第二次的時候啊 遇到它的脊椎骨了 再繼續 這個角度要注意一下 免得 把肉都削下來了 這樣可以看到 很乾淨這個肉都 被我騙下來了 這時候再 換 肚子這一面啊 先把這個 劃開 刀子啊 要夠力 刀子要力一點才會比較好用 我會從這裡進去 肚臍這裡 先這樣 割進去 刀先劃進去 可以摸到裡面 不然這樣子 這樣啊 這樣子就會 有沒有 已經透過去了 這時候只剩下它的脊椎骨 如果你的刀夠力 你可以像我一樣 過去 不會有太多碎肉 泡在冰水裡面 把我們的魚塊啊 拿出來 然後一定要擦乾 才不會滑 我們要把它的 肚子這一片 切下來 因為都是刺 切的時候啊 可以先這樣 用你的刀尖 順勢的這樣子 先挑開 都挑開的時候啊 順勢的用刀尖 滑 這塊啊 待會拿去煮湯 去完那個 杜南的那個骨頭了以後 中間這裡啊 會有一排刺 通常啊 這個魚肉比較大 會直接在 切對半 然後 切出一個 三角形 這一排刺就 連著肉就拿掉了 它是因為我們的魚比較小 所以就是要 用挑的 把它挑掉 可以這樣摸 一摸啊 它會有那個刺嘛 有感覺到硬的地方 夾住了以後啊 用手指頭抵住肉 這樣 一根一根的把它 拿下來 旁邊放著 紙巾 都夾完的時候啊 用手 來回的摸一下 確認沒有 摸到硬的刺 那就已經 乾淨了 這時候我們要 去皮 魚片再拿起來嘛 尾巴朝著自己 從這個地方啊 打斜的切進去 切進去了以後啊 左手抓著皮 刀也要順勢的往前推 另一隻手就順勢往後拉 兩邊啊 配合 這邊邊拉 右手啊 刀子順勢往前 這樣就出來了 整個魚皮啊 就去掉了 這個也是待會丟進去煮湯用的 這是我們 片下來的肉 然後如果魚是比較大的 都會把這個邊邊角角這個地方都會切得 修得比較乾淨啊 那切出來的魚片會比較好看 那這個魚我們沒辦法 修掉太多 把 魚頭的地方 朝著左邊 魚的尾巴的地方 朝著右邊 刀啊 這樣子拿 順勢的這樣子打斜的進來 先切掉這種 頭尾的邊角料 拿另一隻手在這裡抵住 刀子的後段啊 抵住魚的上面 然後朝自己的方向這樣 一刀拉下來 一刀拉到底 拉到結束了以後 這肉就起來 像這樣 這是剛剛另一邊切好的魚片 照著這樣的動作啊 切完整條魚 擺盤就是邊擺邊轉一個角度 這樣就可以擺出一個很漂亮的圓圈了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填滿一個盤子就好啦 填滿一個盤子就好啦 這就是我們在家自己切的生魚片 也算是還不錯了吧 現在等水已經都滾的時候 直接把我們的 魚頭 豬肉的邊角料 給它加進去 不用蓋蓋子 直接給它滾 滾到變少了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了 湯就很好喝了 魚湯滾的同時 撈掉這些 多餘的 浮沫 這樣子 魚湯就會比較清澈一點 這個 這個要撈掉 這個魚湯滾完就像這樣子 它那個水分少了 所以那個湯汁啊 它的味道 都濃縮了 這個就可以用了 那這時候我們來煎我們的 魚下巴 熱鍋 這時候火 一樣是開大的 讓它表皮稍微鬆鬆 它就不會沾鍋了 大概10幾秒 就轉 冬火去煎它 這樣就不沾了 它可以移動 把它煎定型的時候 做個翻面 把它壓下去一下 固定不會翹起來就好 兩面都煎熟的時候 這個煮鍋 煎魚下巴 就完成了 在表面啊 加強一下 增加一點香味 燒過 它吃起來就像那個餐廳 的那種烤魚 烤過的一樣 外面會有一點 酥脆 然後有一點焦香 這樣就完成了 再撒一點 台灣第一家的胡椒鹽在旁邊就可以了 在加入魚高湯之前 這個碗裡我們加一點紅彪米酒 幾滴就好 來一點麻油 然後九層塔 魚湯煮好的時候現在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把它過濾一下 那個魚頭上面啊 還會有淋片 或者是身上那些魚刺 用魚高湯了 現在魚湯完成了 直接 淋進去 再配合自己的口味 只要加鹽巴就夠了 這碗湯就很鮮甜 很魚肉攪散 平時在家那個魚肉不用捲成花 那好 分享一下 平時就散著放 沖完它就散開了 然後就要放進去 然後就要放進去 吃起來 然後就要放進去 水 在水 都要放進去 水